由中共官媒新华社拍摄 在武汉的医护人员拿下口罩 对着镜头微笑 代表抗议有成 短片还被以色列女星盖尔加朵 在IG转载 尽管大陆疫情爆发 中共当局隐匿疫情 但外宣系统频繁向国际宣传 营造问情形象 试图主导外国舆论大陆疫情的方向 微博的大V写手 他就发布了第一篇 美国流感快传染近千万人了 近五千人死亡 内容其实就是在讲说 美国流感死了那么多人 那为什么大家一直关注什么 中国的肺炎 那我们又没有死很多人 先是微博账号发布文章 试图带风向 接着文章在内容农场出现 被大陆媒体引用 台湾媒体又跟着报道 让这篇文章快速扩散 那这样子的报道 很快1月21号就隔一天 就立刻被台湾的媒体转 那脸书跟粉专业就出现大量文章 数百则 在微博中数百则 美国爆发流感 台湾民主实验室 以时间轴分析 中共如何操作肺炎疫情 被外界讨论方向 学者沈博洋表示 中共针对台湾的资讯战手法 正不断演化进步 中国如果他真的要去散步 他知道你的洞在哪里 他知道你社会劣迹的点在哪里之后 他只要制造不用做散步 所以这就是他们进步的一个第一 制造一堆假消息 自己又再散步假消息 后来在去年就变成 他制造以后他不做散步 他砸钱给别人做散步 那现在如果你今天资讯作战 能够做到像俄罗斯 那么高级的时候 你就是只要制造 别人自动就会帮你散步 因为你已经达到别人的点 沈博洋分析 中共对台四大资讯战手法 外宣模式透过传统媒体宣传 粉红模式由小粉红自行散步 农场模式将大量内容农场文章 散步在网络世界 协力模式就连内容都委外制造 刚刚不是把制造跟散步分开吗 再来就是我连制造都不要 我直接委托给台湾人做制造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最懂台湾人 所以我就直接找台湾 可能跟我合作的单位 我请某个单位来帮我制造虚假的讯息 然后打到台湾的市场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 那这个线上线下都会有 沈博洋表示 中共与台湾在地协力者联系 成为假消息源头 如何阻断这些协力者 与中共对口联系 拒绝接受中共案子才是重点 新唐人亚台电视 胡宗翰张元廷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